特朗普自从当选美国总统后,就认为在伊核协议上,伊朗并没有履行伊核协议的业务,还在私下里开取了伊朗核设施,同时让美国放弃了对伊朗石油制裁, 为伊朗经济发展谋取了重大的好处,占尽了美国的便宜,最终,2018年5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要求就伊核协议重新谈判,同时,特朗普强硬地要求世界各国,从今年11月开始,将从伊朗进口石油数量降到零,并对世界各国和各国企业发出严厉的警告, 对于不遵从制裁伊朗石油封杀令的国家和企业,将进行二次制裁,此举的目的在于,直击伊朗经济的命脉石油产业,迫使伊朗对美国低头,重新达成对美国有利的新协议, 伊朗面对特朗普强硬威胁下,誓言抵抗到底,绝不妥协,开始扬言威胁美国,伊朗革命卫队高级将领好萨里亮出底牌称,如果伊朗的石油出口受到遏制,那么伊朗将会动用军事力量,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让中东和海湾地区的沙特等国的石油也没办法出口,伊朗如果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中东和海湾地区的石油出口中断,那么世界石油市场将会出现恐慌, 因为中东海湾地区石油输出在世界石油市场是绝对的主力,一旦这个市场崩溃那么世界将会遭遇能源危机, 美国面对伊朗声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让中东和海湾地区的沙特等国的石油业没办法出口的威胁下,开始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威胁,于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强硬回应, 已经做好准备将和自己的所有盟友一起,派出航母和大量战舰前往波斯湾地区,确保全球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航,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指出,伊朗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向美国妥协,打赢美国提出的一切条件,对抗绝对不是其出路, 该网站指出,伊朗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举动是愚蠢的,也是其没有能力做到的, 美国籍盟友的军舰、战机、导弹等,能够摧毁所有的试图封锁海峡者, 星星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靠近伊朗,伊朗占据了地理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弥补其军事实力的不足, 虽然不足以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足以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打断世界石油供应, 短期内将会使世界石油供应中断,将会使石油价格短期将迎来暴涨, 严重伤害世界各国石油消费者的利益和打乱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规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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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